波里市伊斯兰党的家央需部主席尤沙尼 邀请没有获得宗教局认证的宗教师到宗教学校演说 抵触伊斯兰法 今天在伊斯兰法庭面控 不过他否认有罪 43岁的被告也是有关宗教学校的校长 被控在今年3月30号晚上举办穆斯林奖座会 却邀请不受认证的宗教师传教 违反1991年伊斯兰刑事法典第三八 侮辱王室统治权与其他宗教团体条文 一旦定罪可面临监禁不超过一年 或罚款最多3000令吉或两者兼施 法庭允许尤沙尼以2000令吉和两名担保人保外 并责定明年1月18号开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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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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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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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復уска anchor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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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什么 обще verd поч Иняв阅 出身 コอaret 在订阅